在原点O,坐标是0的位置上有甲乙两只蚂蚁 甲蚂蚁5秒由O点向右爬5公尺到A 乙蚂蚁是5秒内由O点向左爬5公尺到B 则平均速度各是多少 这里是O点 这里是A点 这里是B点 坐标0 我们向右为正先假设 所以这里是正5 那这里就是负 平均速度甲蚂蚁 平均速度乙蚂蚁 速度都是位移除以时间 位移末位置减掉出位置 正5减掉0 时间都5秒 位移是正的 所以速度也是正的 正1 公尺除以秒 以蚂蚁一样 平均速度位移除以时间 位移末位置-5 减掉除位置0 时间是5秒 算出来是-1 再强调移 再强调一次 正负指示方向 正的代表向右 负的代表向左 本例中两只蚂蚁的运动快慢 只问你快慢是相同的 但是运动的方向不同 所以他们的平均速度 速度除了大小之外 还要讲到方向 因为方向不一样 所以平均速度就不同 适用 弱雅